食道 鲤鱤鱤鱤山 阿芹般 麥鱤饭 嗯 就吧 我怎麼這麼棒啊 蘑菇跟香腸還有雞蛋 現在已經8點35分了 我是9點15分要出門 好久沒吃到這麼好吃的早餐了 最後一口 然後再吃一下這個 蜂椒 好 首先先用化妝水 接下來用這個透明 我上班的話底妝會非常簡單 只會用防曬加遮瑕 innisfree的藍莓防曬 最近我真的都一直在用這一款 然後使用的時候我會先這樣子 擠適量的在 手臂 點在你想要遮瑕的位置 好其實如果你有時間的話用手按 也是非常的 我就直接用這一袋 它這個遮瑕度其實是你如果用手指拍的話 會更高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我最近一直在用的粉餅 就是這一款 Can make的 肉色的 然後像這塊粉撲我會 每個禮拜洗一次 就我覺得它還蠻好用的欸 稍微 差一點在額頭 鼻子 比較容易出油的位置 像這樣然後再帶出門補妝 好眉毛就大概這樣子畫好了 因為 反正我也有瀏海 眼影我會用這一盤 這個 9色 10色 10色啦 這是9個眼影加1個腮紅 然後這裡有一塊鏡子 這邊這三個就是打底色 然後你也可以這樣子搭配 就任意搭配了 好吧 今天想要用中間這個 真的直接用手指塗就可以 所以你不需要用刷具 我覺得它的暈染度不錯 不會說像colourpop的時候 有時候會卡住 你看用手指上也一點問題都沒有 這一個顏色畫下眼睛 我會再另外加一個這個colourpop的frog 在這個下眼皮這裡 腮紅的用這一塊 another story style 這個spicy chuckle的 高光刷 色號是sandle pink 我連續用了兩三天 這個色 你看 就是 就我覺得很 非常的元氣的感覺 然後畫 lipstick是 這個 唇釉 然後眼線的部分 我會用這個kate 膠筆的這一頭 這真的是很自然的一個眼線 如果你想要畫的自然一定要買眼線膠筆 不要用眼線液 怎麼裝就玩出來了 我今天帶的一些眼鏡 我有在我instagram上面PO過 就是分享過 嗯 是all lens 我覺得還蠻自然的 很好看的 適合日常帶 現在9點16分 對 就是正好是要出門的 其實正常是9點20出門也可以啦 通常我都會給自己訂9點15分 一定要完成 這樣子 欸 我最後想再加一點點貨殘 就還是用這個眼線塑 我覺得它這個眼線膠筆還真的蠻好的 就因為我比較少用眼線膠筆 所以其他牌子怎麼樣我也不知道 但我覺得這個kate就真的蠻好用 這樣擠出你的貨殘 來 很輕很輕的畫一條 有畫就是沒有畫 畫上超大的區別 常畫明顯之後會 我覺得會顯得眼睛比較大 就其實我妝 就是上半妝 變化只會是在顏色上面 然後像腮紅跟口紅就可以換不同的顏色 然後眼妝也可以稍微 今天是偏粉的嘛 然後也可以那種偏橘的 我覺得只要你的眼妝夠簡單夠乾淨 然後你就算說最順圖 紅色的也不會覺得太誇張 就也是一個很自然很元氣的一個妝 那還不會覺得太誇張 還是也不會覺得太誇張 如果妳看在底下 就不是那就一彈油 就別用了 好 然後就可以放在這裡 然後就不會把你吃飲料 再放在這裡 在這裡 by bwd6